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没什么特别不好 稍微有一点点 明白吗 那如果要把它砍掉的话 需要做什么 需要怎么做 念小房子吧 就是 一般有多少帐 你要砍树的话就很麻烦的 砍树的话它总是有点问题的 需要念礼佛吗 需要念礼佛吗 小房子大概要几张 其实呢 香橙树呢 人家说呢 其实也是没有什么不好 这个主要是 主要是人家说是 它是比较刺激性的东西 它是桥木树 桥木了 你听得懂吗 过去人家说 桥木呢 是好像就比较坚硬 比较坚硬的 而且呢 这个这个 比较有点味道 所以呢 过去古时候说呢 这个这个 香葱芽啦 除了香葱芽之外 其他的呢 就是有点圆锥型的 因为 因为它有一点 痴熊的意味 痴熊听得懂吗 就是它这个味道啊 不像 不像这个花香啊 是人家说 基本上都是属于一种啊 这个阴阳调和的 但是它这个呢 就比较尖锐 人家看它的样子 人家看它的样子 也会有一些 不大好看 然后呢 因为它的树皮啊 是有点灰褐色的 树皮啊 看上去就不好看 而且上面有 皮皮麻麻的东西 明白吗 对啊 是 那 师傅 我想问一下 这个如果砍掉的话 就是念 念多少张小房子啊 嗯 九张吧 九张 好的 感恩师傅